他們真的有心了解你們的文化 語言都是文化一族 本身是正面的東西 講起文化,我吃飯也會有同學 想看我吃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飯壺 他們三文治 他們會看什麼 他們很好奇 為什麼你會帶飯壺回學吃? 我吃烏冬 帶飯壺就放一些東西 有一次我是吃烏冬 他們很好奇 而且他們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午餐會這樣 搞很大的事情 炒麵、炒飯、麵、烏冬、粥 通常他們每天都吃同樣的東西 都是三文治加包薯片和三桶朱古力 他們會覺得 你早上為什麼會有時間煮飯? 我覺得他們覺得我們很fancy 因為我們用的文具也是不一樣的 揹袋也是不一樣的 可以這樣說嗎? 經常有人對我的筆袋很好奇 這些都是正常的文化交流 大家互相認識自己文化的東西 或者平時的習慣 就不是教他們說粗口的那些 我可能不只聽到有外國人說廣東話粗口 還有人跟我說德文、法文、意大利文 很多不聽 我聽到也有粗口 小朋友都是比較好奇一些 貪玩一些 大家注意一下 怎樣跟本地同學的相處適應 我覺得簡單總結就是 特別是開學入學的時候 如果很快就立刻圍上幾個自己的香港人 然後慢慢說廣東話 一定是對於你融入本地同學的圈子 是有很大的影響 你怎樣有空間跟他們認識 你很快就習慣了小星、午飯、課外活動 都是自己那幾個人 還有我覺得接觸外國人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來到英國 很多價值觀上的不同 對很多比較廣泛的話題 例如同性戀 例如一個人的身材 種族 很多不同 比較深奧的 深奧一點的 我覺得我見識多了 而我是回香港見到一些 以前跟我很朋友的人 或者在那裡住了很久的人 我覺得他們的價值觀很扭曲 特別是這些 對 香港人標準覺得比較敏感嗎 敏感的話題 或者一些 怎樣說呢 就是 外表、審美 種族 種族 價值觀 所有東西 總之是 那這個都是你來到之後的 經歷和成長 我覺得都是好的 就是你開到眼界 知道很多東西是可以 從不同角度去看 雖然比較抽象 一些 我們會不會有 嘩 還有一件事就是 說真的 說真的 我在學校都會說廣東話 但是你看一下 程度不同 以我不是經常說廣東話 或者說得很大聲的 但是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令到 那些外國人 不要那麼排斥你 就不知道 會不會用於那個人的 就是因為 我夠奧奧 我夠 喜歡說話 例如說 在班房裡面 我也非常主動地 不停地 舉手答問題 或者問問題 所以其實 外國同學 都會知道 我懂得說英文 也會覺得 我 某程度上 融入了 這個地方 集中一點 我懂 我懂 那是為何我看著鏡頭 其實是什麼呢 如果你 展示給外國同學 看 你是懂英文 以及願意去說英文 其實你偶爾說 一點廣東話 是不要緊的 即他們都誤會了 你懂不懂英文 或者 你會不會不喜歡 跟他們用英文溝通 是啊 我自己都放鬆了 所以我也理解 譬如你上課 有時候 譬如你跟香港同學 譬如談談數學 那些 你用廣東話會快一點 是啊 但是你都是小聲 而且是局限在 你兩個人的空間裡說 我一要大聲 我就說回英文 是啊 或者 當你知道身邊 有其他本地同學 那就說回英文 那才是 Respect他們 例如一個 scenario 這位就是我們的外國同學 Mary Mary就坐在我 和小小姐的中間 而小小姐呢 會和我說一些 比較private的東西 那她會選擇用什麼語言說啊 印度文 英文 對啦 Knock knock Who's there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哈哈哈 莫說有一次呢 我就在一個英國人面前 打算扮英國口音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英國口音的 然後我說完之後 她就說 Oh that's what you think a British accent sounds 不是嗎 OK 然後她就說 Are you being racist 我 Railacist 我現在有空 Railacist OK 所以她覺得你好像在模仿她 對呀 是分辨的 對呀 但是問題是 可能我反得不好 當然不是 所以這件事都是要小心處理 對呀 你做回平時的自己就可以了 自然的 不用刻意去跟哪種口音 他們不管 是 或者你真的全程 24小時 你都說英國口音 那她就接受 就是你無緣無故 她就說幾句 她就覺得 你是不是玩的 那我是玩的 真的 嘩 小小姐有什麼建議 就是你在學校 就是你在學校的話 你可以跟香港人做朋友 但是 第一不要全程說廣東 都說少少英文都會好些 還有 都要主動去跟外國人交流 溝通一下 還有 MAKE FRIENDS 是不是就是說 不要100%時間 都是黏著一堆人 譬如是 一群香港人那樣 那你上學 小息 午飯課學 都是黏著他們 那你哪有空間 去認識其他同學呢 是嗎 就是平衡一點會好一點 那我知道你們兩個 都做得好的 就是都是留一些空檔 給自己 去接觸不同的人 這樣才慢慢 有多些機會去融入 那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好 那我也補充一點 家長方面 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首先 特別開學這段期間 留意多一點 你們的小朋友 看看他開學 有沒有遇到困難 如果你看到他 都很輕鬆自在 可能他很快融入了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真正融入了 可能他很快就有些 香港同學陪他 他就覺得輕鬆一點 那這樣也要關心的 就是都盡量提醒他們 都要認識一下其他本地同學 這個是重要的 那你說如果見到他們學學之後 好像悶悶不樂 或者心情緊張 更加要關心一下他們 就是是不是有困難 英文方面 或者找不到朋友陪自己 那雖然家長在這些事情上面 就不能夠直接幫到他們 但是起碼給他一些方向 就是我覺得 你們初一初來到入學 我們都是盡可能 一方面給你們空間 另外就是提醒你們什麼 我記得重點就是 要盡量講英文在學校 還有要主動一點 認識其他本地同學 第三 你們兩個都做得挺好的 就是盡量去參與學校的活動 所以譬如去年的drama 那個表演 你們有去 很好玩 對 然後合唱團也有去 姐姐在中學時間長一點 參與更加多 我記得你學生會代表也試過 然後踢球 什麼羽毛球 還有些什麼 藍球 藍球 然後有時候學科的老師 找你幫忙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Annual Evening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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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還有Induction Day 就是 小學準備入學那些來參觀 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參觀 對 你們會幫忙去戴一下 這些都是很有用的融入方式 好 好了 今集差不多了 講到這裡 有關開學的融入適應 接下來兩個都會繼續拍他們自己入學的影片 會嗎 首先 鍾小姐 上年都有很多經歷很多事情發生了 也有很大的進展 為什麼我們這麼久才拍 你懶 也開始了GCSE的課程 有很多有用的東西可以分享 那我們加把勁一下 給點心機 出我們的入學的影片 OK 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集見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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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